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第二關的 第二關的我們其實可以類似做一個防盜的 那在Webduno裡面它有支援一個就是網路攝影機 網路攝影機 所以其實你可以透過網路攝影機加三色LED燈加風鳴器 當然因為風鳴器我們需要把它放在麵包板上面 你說獨立用我們的那個杜邦線接其實當然也是可以 不過因為我們後面還有機會用到麵包板 所以就順便把它拿出來 那你可以先找到這個 我們Webduno上面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人臉顏色追蹤它也有範例 你也可以從下面這邊去看到 那首先你可以先找到你們的這個盒子裡面 各位的盒子裡面你先把那個風鳴器 就是這一顆有沒有 這個你可以先拿出來 好這一顆還有呢我們的這個麵包板 麵包板的部分你也可以拿出來 那還有杜邦線 杜邦線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公跟母的 好就是一邊是尖的頭 一邊是這個母的 這邊是公的 對有的是公公有的是公母對不對 所以你把這幾個拿出來 那我們風鳴器的部分呢你看它上面這個 這邊有一個正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正有沒有 其實風鳴器沒有差太多啦 這邊像這樣這裡有一個正 有一個正齁 這邊呢就這一隻腳 我們像這樣把它插到我們的這個麵包板上面 有沒有 那因為有的麵包板比較 就是你的那個腳比較寬 你這個腳你可以輕輕的 看是你要插四格還是三格 如果你要插四格 可能有的會比較勉強一點 所以我大部分都插三格 就往內擠一點點 這樣的話呢你看我放進來 有沒有剛好插到 有沒有這樣三格 一二三 你麵包板還記得怎麼用嗎 麵包板如果你拿出來像這樣的話 哪裡會通 這個 這整排會通有沒有 這個整排會通 然後呢 上下不通 上下這個是儲和和介 就這一條 上面跟下面是分開 上面這排 你把麵包板想像成什麼 想像成我們那個延長線的插座 你今天待會為一條線插進來之後 它就這整排都是可以用 左右不通 隔壁的就不通了 它只有直的會通 這樣有沒有了解 但是你的方向跟我一樣喔 你說擺這樣就不一樣喔 擺這樣就不一樣 所以你就把它擺橫的 這樣 有清楚嗎 好 那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麵包板 把我們的風明器像這樣子 有沒有我現在先這樣對好 好那至於說你擦哪裡 哪一個位置到還好 就是先左右這樣 放進去把它擦下去 你看我這樣擦好了 有沒有 就把它擦在這個裡面 那比較標準應該你會站 就是三格啦 一二三 第二格沒有線 第三格才有 好就第一格跟第三格 像這樣 放進去 好放進去 像這樣啊對了 剛剛杜芳縣如果我們用這個 有用這個麵包板的話 應該是直接用什麼 直接用公公的才對啦 用公公就可以了 更正一下 那個杜芳縣我用公公的 好用公公的 因為這樣我比較好擦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兩條線 把它擦到這邊 這樣OK嗎 好那你確認一下 因為我以前在上課常常會有同學是這樣 明明這個腳位我是用1跟3嘛 對不對 有的就差到1跟4喔 所以你先確認好 有沒有 我這樣都有對到囉 你可以稍微把那個 鋒鳴器拉高一點點 這樣你再看就會比較準 不要擦錯了喔 擦錯了等一下還是不會叫喔 好那你如果好了 我們這個L1燈 你可以先讓它工程生退了喔 你可以直接拿下來 但是一般我們還是建議各位 比較好的方法先斷電 不管你擦什麼樣的內容喔 你就先把這個電源先把它拔掉 好先把它拔掉 我們再來接會比較 比較不會把裝置弄壞掉的 所以這個L1燈你可以讓它先下來 好先把它拿下來 然後呢這邊 因為我們三色有一根椅子在上面 比較沒問題 那我們的接線圖呢 老師也有放在下面這邊 我就把它 一個接接地 一個接到05 一個接接地 一個接到05 所以我在這裡 一個接地 我綠色的我就把它接到接地 GND這邊 好我把它接到GND 黃色這個我把它接到05 其實你不一定要接 一定是接05啦 你接別的也可以 對只是因為這樣比較近 我們比較好去控制 所以我這邊我就接05 這樣OK嗎 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的完成圖 應該要像這樣子喔 這樣子 因為光明我們上面就有了 所以我現在只要把我的電源接上去 好讓它確認一下 好讓它確認一下 這樣就OK的 好 這樣可以嗎 你的顏色不見到跟我一樣啊 電線顏色不用跟我一樣 跟我一樣不會比較好用 好 好